白化佛法 开启我们人人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魅力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呢 继续收听台长的那个白化佛法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啊 我们学佛修心啊 用的就是这个心字 修的就是这个心字 一个人用心做任何事情 他就能做得成功 如果这个人不用心做任何事情 他就和谈成功 所以学佛也是这样 做人也是这样 用心来做 你就得到有心的回报 很多人 做人 就是不喜欢用心 所以 读书也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 读书往往 不用心呢 所以父母亲 经常讲 你要好好用心读书啊 你要好好用心做功课呀 你只要用了心啊 功课一定会做得好了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用心来学佛 负责呀 一个人 只有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自己 那 才叫做事啊 很多人的身体不好 实际上 就是平时 不用心的结果 叫他要注意保暖 他就不当心 叫他吃东西 不要吃的太多 他就是不当心 我就是吃的多 叫他不要喝酒 我无所谓 叫他不要抽烟 我就是要抽烟 那慢慢的 慢慢的 这些苦难之事 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而不会发生在 其他人的身上 学佛修心念经 实际上 就是让我们 来改变做人的方法 让我们来改变 我们为什么 受轮回之苦的复原 让我们 让我们能够了身托死 超凡路胜 一个人不懂啊 你不懂 你不学 你不拥心学 还遗害后代啊 一个爸爸妈妈 从小不念书的人 你不好好的 去教育孩子 好好地读书 你非但害了你自己 你还害了你的孩子 所以 学佛修心 就是明理 就是要用心 我们 在人间 看见了 一丝一毫的 很多的苦事件文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 点点滴滴的 很可怜的事情 我们又有 此种疾病苦恼呢 如果我们能够 常常地用心 来解决自己 身上的毛病 我们学佛用心 我们看病用心 我们吃东西 也要用心 我们 何尝 还会有此 疾病苦恼啊 所以当一个人 心中 起烦恼的时候 要知道 这些都是 树式恶业 所使啊 什么叫树式恶业 就是前世 再前世的恶业 所驱使啊 所以我们如果不好好的 把这些前世的恶业 驱除掉 我们怎么样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怎么样才能脱离 六道轮回 能够到四圣道去呢 要想使自己永远的脱离 生死轮回之苦啊 而我们今天 只知道 他要害我 我要害他 他要嫉妒我 我要嫉妒他 他要恨我 我要恨他 这些人间的恶习 我们怎么能够不使自己 在生死轮回当中 受煎熬呢 我们就是要知道 这些因果 境界 我心偏不转 你境转了 我心就是不转 你外面的诱惑 我不理解 我不去想 我不去做 这就对了 如果今天这个事情 你也想 明天 那个事情 你也恨 后天 这个事情 你也嫉妒 在大后天 任何的贪 我都要 那知道 是害死你自己 所以我们要念佛 我们要拜佛 要念经 我们其他的事情 都要放下 不要去挂念他 因为当你人干净的时候 菩萨就能常住在你的心中 他跟你有相应呢 那菩萨才会帮助到你啊 也就是像一架飞机 你要有飞机场 才能让飞机在人间登陆一样 你的心都是杂念 你连个心中的空旷地方都没有 这架飞机怎么下来接引你呢 怎么样下来接引你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到四圣道呢 所以我们想得到更大的利益 我们想修成更大的圣人 我们想永远的长寿快乐的话 我们要一心念佛 不二法门 好好地念经修行 我们才能学到菩萨真正的智慧 学到菩萨真正的悟性 我们才能在人世间 不被污泥浊水所传染 我们才能一心向佛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经常讲因果 因和果 它是相辅相成的 有时候我们对因果并不明白 我们有时候 在自己做因的时候 不知道这会有报应的 我们自己在尝受果的时候 又没想到这是因为我自己做因所得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人会如此的愚痴 为什么 人明明知道 不该做的事情 他还要去做 这就是为什么 人明明知道 该做的 他没做 我们学佛 修心 实际上 就是一个 戒 要戒呀 要懂得戒掉自己身上的毛病 要懂得戒掉自己身上的贪念 要懂得戒掉自己身上的称念 又要懂得戒掉自己身上的贪嗔痴 又要懂得戒掉自己身上的思念 贪嗔痴害死人啊 我们活在痛苦当中 就是因为有了贪嗔痴啊 我们活在烦恼当中 也是因为有了贪嗔痴啊 贪 让人 让人 无尽的宿取 称念 让人 无尽的 变成魔 与之 让人变成 像畜生一样的 不停的 去想 做不到的事情 天天去想 就是 与之 得不到的东西 天天去想 又是 与之 所以我们做人 要明白道理 我们做人 要懂得 我们为了什么 所以希望 大家学佛 要用心 所以 很多的报应 很多人都知道 天上会给你报应 实际上 地府 也会给很多人 报应 很多人 虽然还没死了 但是他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报应 这是为什么呢 啊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说 我们 在人间 做一切事情 不要 不要 逆水 行 舟 逆水 行舟 就是 不是在 正理方面 做 而是在 歪理方面 不是在正面方面 做 而是在偏理方面 做 所以这个人 就得到的 报应 很大 所以 我们 为什么感觉 天下 有时候 害人的人 他就一定会 得到报应 因为乱天下 而祸人类者 他必自此 遭罪 也就是说 当你 为天所不能永远 而你 为害人类的人 你必定 得到此因果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 要多勉励 多勉励 多勉励 做好人的人 多鼓励 做善事的人 多多帮助 学佛的人 我们 对那些 小人 我们 不要去 奉承他 不要去 鼓励他 我们要 劝其 改恶 从善 因为他是 小人 而你是 圣人 圣人 是来 度化 小人的 所以 有着 这种 意念 你 第一 可以 不会跟他 斤斤计较 但是 如果是 真正的 一个 圣人 的话 他的眼里 不应该 有小人 而 度化 因为 你想 度化的人 他一定 以后也 跟你一样 是个 圣人 所以我们 帮助 人家的时候 不要看到 人家的 不好 要看到 人家的 善良 要看见 人家 做善事的一面 要鼓励他 和帮助他 能够 摆脱 不好的一面 因为天下 君子少 而小人多呀 所以更需要 更多的君子 来帮助 小人 但是 谁 又能认为 自己是小人呢 因为人 是有做 不错的事情 但是 也不能 把它 归纳为 小人 总之 以其 量 他的 这个 小人 和 圣人 的 标准 以为 他 做 立天下 之事 多少 而论 如果你 立天下 平民百事 之多 那你 就是个 圣人 如果你 从来 不做 立百姓 和民众 天下 为多者 那么 那 有可能 你就是个 小人 所以 我们 不要 去害 天下 人 我们不要 去看不去 天下的人 我们要 学佛 要平等心 要懂得 让 人人平等 人人都能够 学佛 念经 开悟 所以 有些人 自以为 学得很好 到处说 人家不如我 此乃 欲此 自雄啊 犹如像 眼耳盗铃一样 因凤 而扬尾 甚至 有些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 跟人家 兵容相见 所以 我们 学佛的人 应该 好自为之 不要被 人间的 欲望 烦恼 所掩盖 以为正的 并非正 以为邪的 并非邪 听众朋友们 学佛 这是一个 非常 非常重要 和非常深奥的 因为我们 一定要懂得 活在人间 我们一定要懂得 非但自己 学佛 我们也要为 后一代 为下一代 为天下 后世 做 榜样 而不要 我们离开了 让 我们的 后代 留下 无穷的 换货 所以 我们 做人 就是要为 后人 造福 我们 学佛 也是为自己的 子孙万代 造福 我们修得好 我们能在天上 我们还能 避应 自己的孩子 如果我们 修得不好 下地狱 或者 在地府里 我们 非但 不能避应 他们 而且 还会 阻碍 他们 修心 学佛 给他们 带来 在阳间的 种种 不利 所以 要懂 我们 学佛 并不是 完全 为自己 比如 为什么 这么多 和尚 遗孤 受到 人 均敬 一样 他们 是榜样 他们 可以 舍弃 一切 来 成就 众生 成就 佛性 所以 我们 现在 在这个 时期当中 我们要 学习 怎么样 懂得 因果 我们 怎么样 要懂得 在佛 在家 修行 在家 学佛 我们 我们应该 怎么样 在国家 当中 做一个 本本 粪粪的人 不要犯法 在自己 家里 做一个 本本 粪粪的人 不去 做坏事 使自己 不会 做成 大错 所以 我们 教育 孩子 学习 佛法 先要 给他们 讲解 因果 报应 所以 我们 一切的 恶行为 都不要 做 也不要 在孩子 面前 所做 所以 我们 要 有所谓 而不敢 为之 因为我们 很畏惧 很多 不好的果 所以我们 才不敢 去 围 这个 因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白话 婆婆 因为时间关系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听众朋友们 收听 今天是 22号 5月 那么 今天的台长 节目就到这里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 收听 希望大家 关注 每星期天 12点钟 台长的 白话 佛法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